這個是我們標配 再來這一組廚具就是櫻花的 杜邦仁教石 然後這個都是標配 昏晚機 抽油煙機 瓦斯爐 而且我們瓦斯爐還配了一個防乾燒 溫度太高的話 它自己瓦斯會給你 切斷 對對對 萬一有時候再講個電話 突然在讀呼吸突然忘記了 這是經常發的東西 對對對 好 然後 這個 洗碗機 但是我們這是選配 選配 台灣比較不流行 對 因為在國外 在國外他們不會洗碗 不知道怎麼洗碗 都一定都是用洗碗機 對對 這個是選配啦 傳客戶 所以他現在 其實蠻多人發現他不要這東西 不習慣 第一個不習慣 第二個 他使用量 你我們可能現在家庭都是比較小家庭 我們可能幾個玩 就要浪費洗個一兩小時 然後洗完他不會自己去烘乾它 對 他比較 就是說 他裡面是沒有烘乾效果 所以他還要拿出來 他是用蒸氣 對 蒸氣去殺菌的 對 所以還是實質的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見仁見智 對 他會 要打開讓他自己看 喔這樣子 對 我們問了poach 問了誰 很多家都是這樣子 的回答 欸 我都還沒遇到 我來想想看 我們在美國這時候 是要重新把它拿出來擦乾嗎 所以我回去問你 問一下 我問了很多家廠商 喔 因為真的在台灣不流行 不流行 但是在美國 對 我們那些外外生 他們是不會洗碗的 他們真的不知道怎麼洗碗 對 在外國可能比較習慣 嗯 那如果說 這不是洗碗機的位置的話 不是選配客戶 他如果不要這個 這個就是三個抽屜了 當然你如果選擇洗碗機的話 他的使用空間 變成你要犧牲一點點部分的一個 肯定 一定要犧牲一點 然後 我們會統一配一個 淨水器 嗯 現在這邊有把 也是櫻花 嗯 這個 一下檔可以看看 好 趕快看一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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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樣的 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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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一花的廚具 其實他還很多細節 對 他畫這個 嗯 他有一些那種 緩衝的 嗯 這個 這種緩衝衝片 對 然後 一張條 就是比較有張欄 那些都進去 這個很重要 這個 我覺得這種腳練喔 真的是 真是學問 對 對 差很多 差很多 然後像 牆面這邊 當然外面有的建商有的是用烤漆玻璃 嗯 那也有的是磁磚 嗯 那早期頂多是油漆 漆漆 嗯 現在大部分都是 不是磁磚 就是烤箔嘛 嗯 就是兩種 那我這個建案 就是跟廚房一樣 都是磁磚 嗯 那這這塊 目前貼的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設計師的表現 其實 這個 很好看 很好整理 不好整理 細封太多 容易 容易發霉 對 因為我們 在煮的時候 難免會 除非你要馬上 去整理它 藏汙納購 對對對 好看 比較不實用 好看 所以適當的玻璃還是比較好用 平越平越 不會藏汙納購 我們長期住家煮東西 還是要考慮到這一點 要整理 你可以放一些洗衣精啊 洗衣精 然後剛好洗一洗 這邊有那個手動曬甲 直接把它掛上來 嗯 一米二牆高度 這樣就是一米二 這樣是一米二 是 那外面是樓空的喔 對 就是到這樣的高度 這樣子是ok的 因為剛剛 因為剛才你比 你比的 對 對 沒錯 一米二大概到我這 嗯 ok吧 對 這是絕對ok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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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